Hello 大家好,我是Kathy 欢迎你到我的频道 当你收到IRCC要求做香港无犯罪记录证明书时 俗称良民证的信件 你需要在加拿大打手指毛 完成后,连同以下文件一起寄去警察总部申请良民证 当良民证完成后,会寄去IRCC要求做良民证信件上的地址 今集会分享预约、价钱、所需要的文件 及需时期内等资料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记得like、subscribe和comment 还有share给你的好朋友 首先第一部分,会分享在加拿大打手指毛的流程 我在加拿大找了指定certified的机构打墨水指毛 完成打指毛后,会有两张字给你拿走 一张是正本的指文子,另一张是RCMP的认证子要交迷 其实由墨和电脑套取的指毛都可以接受 如果你的指毛是以电脑掃描方式套取 你需要提交列印出来的指毛卡 留意,指毛卡上必须有警总要求的证明 例如一些概章 连同你申请良民证的所需文件 你可以选择直接寄去香港申请良民证 又或者寄回香港叫其他家人或朋友 交去警察总部申请和缴费 而我自己选择在Global ID Services打指毛 这个在Scarbo的地址,大家可以参考 预约现在是不需要预约的 我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亦可以walk-in 我当时也是walk-in去 而星期六都开 留意其他公司可能需要电话或网上预约 而价钱方面,连迷税45.2 所需要的文件是两个证件 一个可以是passport,另一个可以是车牌 而Healthcard是不接受的 而所需的时间大概10分钟就完成了 而打指毛,大家要留意 由申请人的现居地找回当地认可的执法机构 帮申请人去认取全套的指毛证本 全套的指毛证本就应该包括申请人的每只手指指纹 包括其左手和右手的四只手指平印 又或者左右拇指平印 这套指毛必须由这个机构证明属实 而这项证明必须包括以下三个资料 第一,帮申请人认取指毛的人的姓名和职级 该执法机构的全名和印上他的印章 第三,就是认取指毛的日期和地点 留意未有清楚标示上述证明的指毛不获接受 而指毛的情况,大家要留意自己手指的情况 如果手指皮肤有健康问题而导致指毛不清晰 就需要要求有关的指毛套取人员 在指毛卡上或另一张纸上书写原因 视乎收到的指纹状况 或要求申请人再提交额外的指毛卡 而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间 因为当时我打开电话查询的时候 职员是讲广东话的 提我带什么文件打指毛 以及提我香港良民证的要求 都很尽责 而我也有朋友在这里做过 所以我就知道这是香港认可的 在这里就选择打手指毛 而第二部分就会分享在海外申请香港良民证的流程 我在加拿大打完手指毛后 完成后就连同所有文件一起寄去警察总部申请良民证 当良民证完成后 他们就会寄去IRCC要求的良民证信件上的地址 而方式我就直接寄去香港警察总部处理 地址就是湾仔这个地址 价钱是225元 我寄支票 而支票需要在6个月发出的银行支票 其实有三个方法可以做良民证申请 选择第二个方法 刚才所说的 我就寄我的支票 除了寄支票 也可以寄回票回到香港 抬头写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维修款人 以及必须可以在香港银行支付 而第二个选择 就是可以找代表 将申请递交至上述 刚才所说的湾仔地址 又或者将申请放入这个地址的投帝箱里 不需要写授权书 而第三个选择 就是申请人 也可以选择将所有文件 寄回香港给一个代表 例如你的亲戚朋友 由他带回文件去办理和缴费 可以给现金、巴达通和EPS 所有申请人 或者包括他们的代表 去到警察总部办理 大家文件和缴费都需要预约 你们可以至少在一日之前 在网上系统预约 或者打电话去预约 而我提供了什么资料去做申请良民证 包括以下这8项 而这8项内我交了7项 大家记住 如果文件不齐全 一般会以邮寄方式 将以大家的申请文件 退回申请人 如果申请人有提供电邮、地址 或者香港联络电话 职员会先会联络 申请人补交以下文件 所以记住写你的email和电话 而需时多久呢 收齐文件之后 处理时间一般是4个星期 申请处理完成之后 申请结果 会以香港邮政的挂号邮件 寄去有关的地址里面 由于这些都是一些敏感的资料 基于保安理由 他们不会用电邮 或者传真的方式 传送以下资料 而大家都会很担心扶款收据 如果海外申请人 以邮寄方式递交申请的时候 警总就会在所有文件 和费用收拓之后 电邮方式 联络回海外申请人 申请人如果未能提供电邮地址 在这个 form 里面 你没有填的话 就不会收到通知了 如果现居本港的申请人 或者代表去到警总办理的时候 就会即时收到负款收据 通知RRCC的责任 大家都要留意 警总会在所需文件 和费用收拓之后 会电邮通知海外申请人 他们会Email reference number 给我们 到时用web form 或是GCKet 给RRCC知道就可以了 而警方 就会把你的良名证资料 直接给RRCC 不会经历你了 而我怎知道 结果已经发出了 其实申请人 是不会知道 申请结果发出的通知 如果你想查询进度 你可以在第二个申请 大概三至四个星期 打电话去以下这两个点 一个是货本港的申请人 一个是身处海外申请人 或者电邮去查询的进度 都可以 到时提交以下的资料 去做checking就可以了 例如你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户照号码 申请日期 寄出文件的日期 收据上的申请编号 CNCC号码 这些都可以作为查询的 今集就分享了 如何在加拿大打指模 以及如何做良民证申请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 记住like、subscribe 和comment 还有share给你的好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